好,这节课呢,我们来看CED当中的一个有关于我们的标注的一个内容 好,在上节课当中呢,我们基本上讲到的主要就是我们的修改当中的一些命令 好,对于我们的修改当中的一些命令呢,相对来说比较的简单 好,在这边呢,大家注意几个特殊的,像有关于缩放啊,旋转啊,阵列等等这些 好,我就不多讲了,因为比较的简单 大家呢,自己的去练习一下 这节课我们要讲到的内容标注 好,标注我们在讲之前呢,我们先打开两个类型的一个图纸给大家看一下 好,在这边呢,这一张是我们的有关于机械当中的一些图纸 好,我们看到在机械当中的一些图纸里面呢 这些标注啊,首先我们看到的文字都是比较的清楚 而且呢,这些文字都是以箭头和我们的数字来直接显示的 当然它的直接标注的方法呢,都是从对象上直接产生的 好,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有关于室内,也就是建筑方面的一些图纸 好,我们看到对于这种标注 首先,它呢,都是以一种在我们对象以外的一定的部分 也就是它会空一段距离在这边 好,这种标注 并且呢,它在这边的一些符号 我们看到是不是都没有箭头 或者说是一种比较倾斜的一种线条 所以对于这两种标注,我们要注意一些内容 好,首先我们来看标注当中的一些基础性的知识 好,在这边不管怎么样,我先绘制一个矩形出来 然后通过我们标注当中的第一个工具,叫做线性标注呢 来标注一下它的一个长肚子,给大家看一下 好,捕捉一个点,捕捉第二个点,直接拖出来 好,拖出来之后,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在这边只能够看到有一个标注的尺寸线出来 而对于我们的文字和箭头呢,基本上都是看不见的 所以呢,第一步,我们都是来设置我们的标注样式 好,在这边标注样式的设置 设置的地方呢,比较的多 好,在我们的标注工具栏的最后面一个 光标放上来,有没有看到标注样式 或者你到格式菜单栏当中 是不是也可以找到一个叫做标注样式啊 这两个呢,都是一样 或者,但是在这边呢,我们通常使用的比较多的 也就是直接使用它的快捷键 D字母键,看到没有?D字母键 好,确定,进入到我们的标注样式当中 好,进入到标注样式呢 首先我们能看到,当前呢 已经有了一种样式 而这种样式呢,就是我们当前所显示出来 我们看到的这种样式 就是在这边 好,当然我们的文字和箭头 都无法的正常的看得清楚 所以我们直接点击修改 来修改这些内容 好,在符号和箭头当中 首先第一点我们要修改箭头的大小 让它能够看得清楚一点 好,比如说把它调大一点 我加到30个左右 当然这个大小的话 没有说一个确定的数值 你只要调节到我们的这个箭头 或者说文字能够正常的显示 也就看得比较清楚就OK了 好,在这边箭头大小30个 然后再到文字选项里面 也将文字的高度 我也给它加大到30 好,先来试验一下 看一下现在的结果怎么样 点击确定 好,关掉它 你没发现箭头和文字 已经能够完全的显示在这边 已经能够完全的显示在这边 好,当然我们如果说 你只是为了绘制一些 机械类的图纸的话 这一类标注就差不多就OK了 而如果你要绘制的是 我们室内方面 也就是说一些建筑类的图纸 你的标注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好,首先我来绘制一个矩形 我也将这个矩形标注一下 好,在这边 我也是先来设置标注样式 好,我新建一个 比如说我建筑类的呢 我以111为名称 好,点击继续 进入到这边 首先符号和箭头 我们刚才也已经看到了 它不可以用这种实行闭合的箭头了 所以我把它改掉 改成哪一种呢 改成我们的建筑标记 看到没有 改成建筑标记 也就是它就是这种倾斜的一个符号 好,当然箭头的大小呢 我给它30个 刚才看见的应该差不多是OK的 好,文字当中 文字呢30也是差不多足够了一个大小 好,再到我们的第一项直线当中 好,在直线当中呢 我们这边注意点叫做起点偏移量 起点偏移量是什么意思呢 好,起点什么意思 这我刚才标注的这两个点 是不是就是起点 对不对 偏移量 也就是说我们的尺寸线 偏移出我们的起点多少的距离进行标注 比如说我偏移出来一个50个距离值 50个距离 好,偏移出来50点击确定 然后呢,关掉它 好,这时候我们再来试一下 刚才我选新建的一个样式 叫做111的样式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选择111 看到没有 好,然后呢把它标注出来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好,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标注的一个类型 好,首先箭头换掉了 变成了斜线 也就是建筑标记 然后呢在我的这边也看出来了 它偏移出我的尺寸线50个距离值 所以呢也就空了一段距离 当然我在这边只是举个例子啊 到我们的实际的标注当中呢 我们肯定是距离值要稍微的大一点 距离值稍微的大一点 好,在这边这种样式 当然在我们的标注样式当中啊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内容 好,继续来选择刚才的默认的样式 来修改一下 好,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叫做主单位 主单位当中 好,在主单位当中呢一般呢 这是机械图纸一般会调节一些的 这边比如说有一个精度 看到没有,精度 精度的话也就是说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一个数值 好,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比例因子 这边的比例因子 比例因子什么意思呢 现在我们的比例因子为1的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的标出来的尺寸就是为我的对象的长度 就是为我对象的长度 好,如果我把这个比例因子我换成一个0.1的话 我把这个比例因子换成0.1 它现在显示出来的也就是说以十分之一的大小 就只有它十分之一的大小 好,现在改成了0.1 我点击确定 关掉它 有没有发现变成了83.12 好,这个我们会用在什么地方 好,打开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张图当中这边我画了一个圆 什么意思呢? 它是将它放大的 将它放大了一些 好,将它放大了一些 但是你我们这边标注出来的尺寸呢 还应该为这个对象的原有尺寸 所以我放大了几倍 我到标注样式当中 我再将它缩小几倍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呢,在这边都是有一些灵活的运用的 所以在这边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好,然后再回来 好,还会有一些 还是选这个默认样式修改一下 然后呢,好,先把这个比例因子还是换回来 变成1 好,在换算单位当中 在换算单位当中 这个如果你是在一些外资企业上班的话 他们的要求 你的标注出来的尺寸呢 应该有公质 还会有一些音质在上面 也就是说 你应该显示我们的多少毫米 还应该显示一些有关于音质当中 英寸啊,英尺这些单位 好,所以你到换算单位当中 将这个显示换算单位打勾 打勾 打勾 打勾了之后呢 一般我们这个音质显示出来的呢 它是在后面 但是呢,在后面就比较的长了 所以一般选择这个组至下 打勾 好,点击确定键 关掉 有没有发现 这时候呢 显示了两串数字 831.18 这个呢 是它的公质 中文号里面呢 为它的音质的一个大小 音质的一个大小 明白了没有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把它做出来 好,所以呢 这边标注样式的一个设置当中的内容 还是比较的多 所以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好,进入到修改当中 把这个呢 换成单位关掉 因为我们直接就显示我们公质的就OK了 好,所以在直线 我们要修改起点片音量 符号当中 我们呢 会修改它的一个样式和它的大小 文字当中 修改它的大小 好,主单位当中 它的一个精度和比例因子 然后在换算单位当中 让它能够将音质的这些内容也能够显示出来 好,所以呢 标注样式这么几点内容 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注意一下 注意这几点 你要修改的内容 好,所以这几点呢 还是比较的重要的 我将它简单的写给大家 自己注意一下 好,首先标注当中 我们要设置标注样式 标注的样式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快捷键D来完成 好,首先第一点 我们在直线当中 直线里面有一个叫做起点偏移量 起点偏移量 也就是我们的尺寸线 偏移出对象的距离 偏移出对象的一个距离值 这是第一点 然后呢,我们到符号 和箭头当中 好,一般呢 我们的 机械图 我们都是用实心 闭合的 实心闭合 好,我们的也就是房型图 房型图 五名班都用建筑标记 建筑标记 然后呢,再来设置一下箭头大小 好,第三点到文字当中 也就是文字的大小 第四点,主单位 主单位当中 一个是呢,它的精度 也就是精确到 小数点后几位 还有一个呢,叫做比例因子 比例因子 也就是说标注出来的大小 和实际大小之间的比例 第五点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叫换算单位 换算单位 好,也就是我们标注 出来的大小呢 可以 显示出 音质 音质大小 所以呢,在这边标注样式中的 这五点内容 希望大家呢 自己的去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都要先设置出标注样式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这些标注 好,当我们了解了这些标注样式之后呢 我们后面所剩下来的标注的一些内容 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简单了 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简单 好,我们来绘制一些图形 我们自己的来标注一下 好,将这个删掉 标注样式呢 我设置为原始的这个样式 好,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第一个标注的工具叫做线性标注 好,线性标注呢 它都是来标注我们对向上一些线条的长度值 我们只需要点击一个点 再到另外的一个点上再点一下 好,两点确定一个长度 这样呢我们的这一段长度就OK了 就出来了 非常的简单 点击两个点即可 一个点,两个点 拖出来 来看一下长度就出来了 好,第二个 对齐 对齐的话 它也是标注的是长度值 但是这个长度值呢 也就是说 无论你什么地方的长度都可以 因为它只要保持平行 好,比如说这么一段 这边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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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度是不是出来了 好,如果我要标注斜方向 这边一个点 好,这边一个点 拖出来 它的一个长度呢也出来了 好,所以呢 在这边也就是说 我们的对齐的标注方法 它既可以标注水平和垂直 又可以标注我们的斜方向的长度 所以呢 在这边我们的线性水平垂直 对齐呢是任何方向的长度值 好,再来看下面第三个 我们的弧长 弧长的话 我来绘制一个圆弧出来 绘制一个圆弧 好,圆弧的标注 只需要在对象上选择一下 弧长的大小就直接出来了 来看一下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好的 第四个 第四个我们的坐标 坐标的话 点一下 也就是来标注某一个点的大位置 好,比如说这个点 点一下 水平方向的坐标 就已经出来了 好,再来 点一下 这边的一个大小也出来了 XY XY 所以呢 当然在这边我们的坐标 一般情况下 用的都是比较的少的 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简单的了解一下 好的 所以前面四个是不是很简单 我就不去写下来了 很简单自己试一下就可以了 好,后面这四个 后面这四个 一二三 都是来标注圆或者是圆弧的一个大小 好,画一个圆出来 再来画一个 好,现在看第一个半径的标注方法 首先 直接点击这个圆弧 我们看到这个半径的长度 是不是直接就半径的大小直接出来了 好,在这边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种半径的标注方法呢 而且它是直接通过我的圆心的 直接指着我的圆心 看到没有 所以你下次看到这个这种标注呢 你就要注意一下了 这个点直接就是圆心的位置 好,当然你也可以将这种标注呢 放在对象的里面 看到没有 当然你放在外面还是放在里面 你就要按照你的具体的图形 你要具体对待了 也就是说你放上去要稍微漂亮一点 不要乱七八糟就可以了 好,中间还有一个折弯 我们待会再看 我们来看直径 直径的标注方法呢 和我们的半径基本上是相同的 选一下对象 是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直接就出来 好,比如说放在这边 点一下直径 当然半径可以放在里面 直径也是可以放在圆的内部的 看到没有 两种都可以 非常的方便 好,来看一下这个折弯吧 折弯呢 它也是一种标注半径的一个方式 标注的半径 但是呢 它的标注稍微的比较的麻烦一点 好,选择折弯 让我们来选择圆或者圆弧 选一下 选一下之后 指定中心位置替代 好,这又是什么意思的 因为半径的这种标注啊 它是指着圆心的位置的 所以呢,它也就是说 让你用一个点取代掉这个中心点 好,比如说我要的这个点 在对象的外面 点一下 来看一下 是不是出现在外部 好,出现外部之后 你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它 指定尺寸线的位置 比如说尺寸线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是这个折弯的位置 好,折弯比如说在这里 点一下 OK 这个折弯是不是就出来了 相对于半径来说呢 它是比较的复杂一点的 复杂一点 所以呢,一般我们还是 直接使用半径的标注就可以了 好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第四个角度 角度的标注呢 也是比较的简单 你只需选一下 你要标的对象即可 好,我们来看一下 角度 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 直接就可以拖出来 这个角度的大小 当然你看你放在什么地方 你放在外面 是不是也是一样 对角线 好,你放在这边也可以 放在这边也可以 好,所以呢 这个角度的问题 我就不多讲了 随便你放在什么地方 只要你能看得 别人能够看得懂 因为你标注出来 是给别人看的 好的 在这边呢 我们的前面的这八点内容 基本的标注方法 八点都讲过了 是不是比较的简单 我就不去多讲了 因为呢 直接选一下对象就可以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中间的这六种 中间的这六种呢 它是属于扩展的标注方法 扩展的标注 在这边扩展的标注里面呢 我们这六种里面有几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重要的 好,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的快速标注 快速标注 你来看一下它到底快不快啊 选一下它 那我们选择要标注的几何图形 比如说我想标注这个圆 好,选一下这个圆 确定一下 就拖出来一条尺寸线 我们来看命令栏当中的内容 它是不是说 中框号里面有很多种的标注啊 什么连续啊 并列啊 基线啊 坐标啊 半径直径 基准点 编辑设置都已存在这里面 所以呢 我们的快速标注 只不过就是一种包含了多种 包括设置在内的一种方法 所以呢 一般来说 用起来还是不怎么方便的 我要标注半径 选一下半径 右肌选一下半径 好,点一下 出来了 比如说我要标一下直径 右肌选择直径 直径的大小也出来了 它包含的内容比较多 但是呢一般我们用的比较少 因为我要具体的去设置啊 标注啊 我直接选择前面的标注 后面的设置就可以了 要什么选什么 不需要通过它的 因为它还是比较的麻烦 所以呢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快速标注即可 好 后面这两个 一种叫基线 一种叫继续 好,这两个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代表着每一些标注方法 我在这边呢 先绘制出几个 我们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标注出来的图形出来 好,在这边呢有一个这样的对象 好,我想标注这三段的一个长度的话 首先我肯定要用这个线性标注来标注 当然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使用一种连续的标注方法 也就是我们的基线和继续 基线和继续 基线和继续 好,基线和继续呢 它有一个前提条件 什么前提条件呢 就是说在这边 你要使用基线和继续的话 你必须得有一个叫做线性标注 在前方作为一个基准 好,先用线性标注标注一段出来 标注了一段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使用基线和继续了 好,先用基线来看一下 点一下这个基线 点一下这个基线 它直接就出来了标注 而且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点上 好,可能现在还看不清楚 我把它标注出来 拖到第二个点 拖到第三个点 好,标注好了 标注好,挤在一起 没关系 我先操作一下 好,这种出来了 来看一下 基线的话 好,第一个线性标注作为基准 然后呢 从我的线性标注的第一个点上 第一个点上 做出下一段标注 第三个还是第一个点上 所以呢 它都是以线性的第一个点作为基准点 引出下一段标注 这种,这个样子看到没有 当然这种呢 一般我们 机械图当中 会使用到这种标注 机械图当中 所以呢我们可以 在绘制机械图的时候 使用到这一点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继续 继续的话 也是需要一个线性标注 在前方 好的 然后呢 点一下继续 来看一下 你拖出来 拖到下一个点上 拖出来 拖到下一个点上 好 继续的话 它始终都是以标注的结束点 结束点 结束点 做出下一个连续的标注 所以这种呢 我们相对来说 在我们的 室内的图形当中 也就防形图啊 用的比较的多 比如说 我们这边的图 是不是都是连在它后面 连在它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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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直接使用继续的方式 就可以直接把它一个个的都标注出来 明白了没有 所以基线和继续 好 这是呢 扩展型的标注的前三个 好 后面三个 一个叫做快速引线 一个叫做公差 一个叫做圆星标记 好 先来看快速引线 快速引线呢 可能大家呢 基本上都见过一些 比如说机械图当中 机械图当中 这一段 好 指一个箭头指着某一个地方 引出来一句话 告诉你5乘45 好 告诉你这条线的大小呢 5乘45度 明白了没有 所以呢 这就是用快速引线做的 好 在这边呢 这个图当中还没有 所以其他的一些图纸当中呢 我们都会用到这种快速引线的方法 好 关键你要知道它是怎么绘制出来的 好 首先我画一个圆在这边 好 比如说 我这个圆里面呢 有一些内容 我呢 想告诉别人 这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会用一个箭头指着这个对象 然后引出一段话 好 怎么来引 就是用快速引线 好 首先来指定引线的第一个点 好 比如说第一个点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好 点一下 是不是就出来一个箭头 好 我想引出来一段话 一般来说呢 我们都是一条斜线 当然如果大家都见过一些图纸的话 都引出来一条斜线 然后呢 再来引出一条水平线 再来引出一条水平线 好 放在这边 好 引出了两条线之后 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线条变成了虚线啊 他说让你指定文字宽度 好 当你看到这个虚线的时候 你就不用画了 取消一下 为什么取消呢 因为在这边啊 如果你不取消 你的文字是拖在这条线的后面 拖在线的后面 你占用的地方 第一点比较多 第二点比较难看 拖那么老长的 是不是 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呢 都会直接使用我们的文字工具 来进行输入文字 好 修改的时候也方便 好 拖出来比如说这么大 好 修改一下大小 比如说30个文字的高度 好 随便的写几个字 放在这边 我们看到这种标注 是不是就出来了 非常的简单 所以当你画出来一个之后 你下次要还需要用到这个的时候 直接快速引线 用复制工具 把这个你需要的这个引线点 你复制到某一个位置上去 比如说复制在这边 复制到这边一个 文字的内容直接双击 就可以把它修改掉 就可以把它修改掉 双击把它改掉 明白了没有 双击改掉 好 所以快速引线还是比较的重要的 一个引线点拖出来 引一条斜线 再来引一条水平线 好 取消之后 用多行文字 输入一段文字上去 就OK了 明白这种方法没有 这就是快速引线 好 然后后面这个 公差 公差的话 当然都是机械图纸当中用到的 好 你打开看一下 它呢出现一个叫 行为公差的面板 在这个面板当中 首先你要告诉别人 你要标注的是 什么类型的公差 好 符号当中 可以找到这个 好 比如说锤的同轴度 平行度 垂直度 等等这些 垂直度一般我们用的比较的多 在轴层当中 好 比如说正的0.05 负的0.02 好 点击确定键之后 它就会出来这样的一个方框 好 放在这边 看到没有 所以如果你们接触过这一类的图纸的话 一般图纸的右上角都会有一个这种方框 怎么做出来的呢 用公差来做的 懂了没有 好 第六个 这种圆形标记 圆形标记 一般做的比较的少 但是呢 它有一定的用处的 圆形标记 选一下这个圆 有没有发现多了一个点在这 多的这个点 就是圆形的位置 所以在有的时候 比如说三维的图纸当中 我们找一个对象的圆形不好找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这种圆形标记 将它的一个圆形的位置直接找到 所以呢 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啊 将这个圆形的位置直接找出来 好 简单的将 这边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复材点的 比如说 基线继续 还有个快速引线 我把它写下来 这几点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好 首先基线和继续 基线和继续 好 他们两个都有一个前提 都要 以线性标注 作为基准 做出下个标注 好 基线 基线 它始终 是以线性标注的起点作为基准点 做出下个标注 而继续的话 继续呢 它也是都是以结束点 都是以结束点为起点 做出下个标注 好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快速引线 快速引线 好 它起到的是我们的解释 和注释的作用 解释和注释的作用 好 一般首先我们指定 引线的 引线的两条线 两条线后 好 取消文字输入 取消文字输入 然后呢 用多文字工具 来输入文字 好 这就是我们的基线和继续 还有的快速引线的基点内容 好 最后面标注当中 有编辑标注 编辑标注文字 和我们的标注更新 这三点内容 好 这三点内容呢 主要就是来 绘制标注的一个修改 标注的一个修改 好 第一点内容 用的比较多 叫做编辑标注 编辑标注呢 主要是来修改我们标注里面的文字的内容 比如说现在写着382.24 你就可以把它的文字改掉 比如说它是一个 比如说这三个都是轴 都是一个圆柱的话 你就应该在前面写一个fi 写一个fi 如果它有我们的公差 你就要把它的堆叠也写上去 好 在这边我写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好 选择新键 好 这慢一点啊 可能大家没看到 选择工具之后来选新键 然后呢这个0 你一定要把它删掉 好 382 然后呢我写一个堆叠上来 比如说正的0.01-0.01 堆叠堆起来 还都记得吧 堆叠讲文字的时候讲过的 选中要堆叠的地方 点击堆叠 确定 好 选择这个内容 确定一下 堆叠的 是不是就写上去了 好 比如说我要在这边加上一个直径 直径 0 删除 直径 771 确定 选对象 是不是也改好了 明白没有 这就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改 当然 我们还有一种你想一次性可以改很多的话 还有一种比较简单 叫DDIDIT的这种方式 好 在这边呢 好 我们直接在这边输入DDIDIT 我要改这个数字的内容 选一下 可以直接来改了 比如说1234 确定 改掉了 好 改这边 选一下 1234 1231 确定 确定 确定一下 改这边 选一下 4567 确定 选这边 也可以改掉它 56789 确定 明白没有 所以呢 这两种方法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DDIDIT呢 我们可以同时改很多 可以同时还很多 而像他就要一次次的来选了 明白没有 好 当然这两种 你注意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好 然后第二个 编辑标注文字 编辑标注文字呢 它就是所指的就是我们 对象当中我们文字和尺寸线的一个位置 好 这个我们要在什么地方会用到 比如说我用一个 机械 机械 我们其实刚才也看见了 它的呢 这种标注出来都是挤在一起的 所以我可以使用这个编辑标注文字 将它的对象的地方拉下来一点 这样子我们看上去是不是就比较的清楚了 就非常的清楚了吧 所以呢 用这个叫做编辑标注文字 你就可以修改它文字和尺寸线的位置 好 第三个 标注更新 标注更新呢 也更新更新 我们都知道 也就将它的样式换掉 好在这边 前提肯定是你要有多个样式 好我想现在的样式 我标注出来的内容呢 都是我们的这个 SIO-25的这个样式 所以如果我想把它全部改掉 好 改成111 选择111的样式 标注更新 好更新哪些 更新这个 更新这个 确定一下 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内容是不是就改掉了 直接就变了吧 箭头都已经全部换掉了 而其他的呢 这边就没换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更新 我就可以不用换 所以在这边 后面三个 属于我们标注的一个修改 其中我们的编辑标注 和编辑标注文字 相对来说呢 还是比较的重要的 所以这两点 我也把它写下来 好 第一点呢 是编辑标注 编辑标注 它是修改标注的内容 修改标注的内容 好首先 选择工具 然后呢 选择新件 新件之后 一定要将 零 删除 将零删除 输入内容 输入内容 点击确定 好 选择对象 点击确定 就可以了 或者 我们使用 直接使用 DDDIT 使用这一点 好 它也就是说 是一种连续 修改内容的方法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好 还有呢 就是叫做 编辑标注文字 编辑标注文字 它呢 直接修改 对象的 文字 和尺寸线的位置 和尺寸线的位置 所以呢 这三点内容 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就可以了 好 标注的内容呢 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的简单 大家呢 稍微的试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在我们的作业当中啊 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图形 你自己呢 把它 该标注出来 也就是说 你要告诉别人大小的地方 你都把它 告诉一个别人大小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完全的将 这些内容 显示 标注出来 好 这边是机械图 可以稍微的试一下 这边是建筑图 好 建筑图呢 大家注意一下 标注样式的一个设置 就OK了 就OK了 明白了没有 所以呢 在这边内容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就不去多做演示了 好 在这边大家自己去试一下 有不同的问题 当然 都可以在QQ上来问我 这个呢 我已经重复的很多遍 希望大家有问题 主动的问我 没关系的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先就讲到这边 内容不是很多 好 自己试一下就OK 好 我们下课 好 好